尼伯特颱风它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终于在台南出海 它比预期的走的速度还要来得慢 所以明显延后很多 下午2点半的时候出海 现在各位来看它还在台南的西边 还没有到达澎湖 预计它会很慢很慢地走 大概在明天的可能是中午过后 到下午或是中午前后的时间登陆 那为什么它会一个转弯走那么慢呢 最主要就是说 现在原来的高压在这个地方 导引它前进 其实在过去这段时间 速度都明显放慢了很多 所以越来越走越慢 它的强度也明显减弱 大概每秒40公尺 这个是它中心最大的风速 所以它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但是减弱了不少 不过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卫星云图 其实它的整个结构 由于它通过的这个山脉 是比较 这边是比较低的 如果它从花莲这边转过去的话 这边山脉比较高 它会破坏的比较厉害 所以很多人觉得以前的台风 强台进来到这边就变轻度了 可是它还是一个中度台风 它的附近的风速还是相对的比较强 不过它的结构也破坏的差不多 所以未来其实它慢慢的会 慢慢慢慢这样有点闲逛的 可能会到福建 我们看一下雷达回波图 中心就在这个附近 有一点在上上下下在那边打转 这个就是这个台风的特性 它整个环流结构 如果从雷达回波图来看的话 没有像过去这么的扎实 有一点被我们地形所被破坏到 很多人说 我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下雨 其实刚好受到这个中央山脉的阻挡 另外一个原因是 这个台风的中心 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小钢炮型的 所以它就集中在它的附近 包裹圈的附近这块 有很强烈的风雨 所以在有些地方当然每个地方不一样 一个县市里面有靠沿海的 或靠山区的 有的会阻挡 有的就没有 所以会差别很大 不过这个台风其实最大的麻烦还是雨量 如果各位记得的话 昨天晚上花莲是9点10点之后才开始慢慢下 下到其实今天的中午前后段时间 这个在这个花莲的复礼箱的60诞山 它就下了500多毫米 你可以想见12小时500多 我们跟国外的朋友讲 他们都不敢自信 通常在很多地方下这个 一百多一天一百多 大概都酿成水灾了 所以也今天花莲也承受了蛮多的这个降雨 那现在呢其实在这个南部呢 屏东跟高雄 其实这个雨还有累积 不过最强的雨呢 应该已经稍微缓和了一些 不过这个颜色呢 可能在晚上的时候还会往 这个高雄还有到嘉义的山区 会扩散一点点 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其他地方大概都是偶有短暂性的一个阵雨 所以这个台风来说的话 这个最强最强的雨势可以说是高一段落 但是各位呢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这个台风呢为什么会明显减弱 就是受到这个地形的阻碍 但是后面还是有一些残存的水气在这个地方 所以请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 这个呢就是西南风的一个环流 不是说像这个直接过去一向西南气候 直接针对着它 后面呢也稍微空了一点点 不过后续还是要注意 可能有一些短暂的雨势 那很多人问说那周末这两天 我可不可以到山上啊 你看到这样的台风 特别是有些地方很强的风 特别是南部的灾情 所以请大家呢 尽量不要去冒这个险 或制造一些额外的意外发生 那这个台风呢经过了之后 你看这个环流 它就比过去现在减少了很多啦 不过沿海的风呢还是比较大 沿海的风呢要注意 可能会有一些低洼地区 有一些海水倒灌的情况 在沿海地区 现在沿海地区要留意 那山区呢部分的这个山区来留意 可能局部的对流会移进来 这个变化很大很不一样 那另外呢风呢事实际上也明显减弱了不少 风的部分它大概在澎湖 如果慢慢走到澎湖附近的话 它主要的结构就慢慢脱离 所以只要沿海附近 我们风西半部的风 特别是中南部的风 会慢慢地在减小当中 不过呢靠近沿海部分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风会大一点 所以大致上呢 今天晚上入夜到明天清晨 是在一个减弱的过程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放点心 那未来呢要稍微特别注意的 就是说这个台风过后呢 第一个特征是高压在哪里 高压不见了 高压在这边其实就是不见了 所以这个未来呢下礼拜就要注意 这边可能有一套封面 长达留意的封面会接近 但是这个还要再观察 所以未来天气形态呢 跟以前是不大一样的 所以台湾的天气来说的话 大致上都是青石多余偶正雨 很快就会回到高温的天气 请大家留意 那南部的天气呢也是一样 南部呢也会回到 青石多余偶正雨的天气 所以我们最后给大家一点建议 其实台风中一出海了 大概呢移速比较缓慢 影响时间拉长了 今天还是需要留意山区的 一些偶有正雨 明天脱离之后呢 还是有一些局部正雨 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大致上呢 这个台风影响最强的时间 已经暂时过去了 也希望之后 大家真的有把今天 当成是一个防灾日 有做好各种准备 因为我们还要迎接 今年后面还有很多的台风 損下秋风 Bijan